通過遊戲,感受另壹個世界。 大家好,我是狗哥。 我們繼續玩這壹期的任務, 我們把博士已經救出來了。 UV博士或者眼鏡博士救出來以後, 我們要往地下停車場那裏走。 這裏博士告訴我們去乘坐這個電梯。 這電梯是我們重要的壹個好幾層的移動手段, 我們可以在這裏看壹下這壹個地圖, 這是整個旅店的地圖。 停車場,然後是道務處,餐館,大廳,音樂廳,健身房之類的。 這些後面的話我們都會去的,這裏面就不細說了。 然後我們這裏主要是坐電梯過去。 把它彈射壹下。 總之讓我們多收集就是了, 其他的廢話就不多說了。 然後我們進來。 按插。 後面的電梯的話, 按鈕我們會通過鬼怪來收集。 所以說我們現在只有第壹層,那我們就進入第壹層就行。 博士告訴我們, 夥伴在更上層了。 二樓他們並沒有看到其他的人。 好,我們從這裏出來。 老鼠的話還是要吸一下的。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 好。 哇,這畫有點可怕呀這畫。 然後上面我們可以吸壹下這個端。 還有壹件事情就是, 大家如果在吸的時候, 可以通過這個手柄的這個 重力感應,可以上下搖擺。 這個是壹個比較方便的地方。 好,我們用這個。 X的,把這個金幣變為,把這個鑽石變為金的。 真的,我們這裏已經收集兩個了。 前面上面的話,我們也可以把它吸壹下。 吸到。 從這裏的話我們過來。 吃起來。 謝謝你。 好吧。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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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一下这个怪的打法, 这个怪的话他会丢东西然后砸出来, 然后他丢的时候我们赶快闪开。 然后我们继续甩的, 如果是他手里面包着箱子, 我们闪他的时候是没有用的, 他会被箱子挡住, 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在哪里,在这里, 是别晃的话。 诶,去哪了? 他在这儿了,喜欢跑这么远。 我们等他先丢出来。 咋呢? 一定要往反方向出。 一定要往反方向拖, 否则的话是拖不动他的。 这要注意一下。 拖的时候可以不安逸。 往这儿跑了。 我们按X的话, 应该是可以照出来他的风气的。 好, 再闪的一次。 反方向, 反方向, 一定反方向。 射出一道彩虹来。 其实并不是, 射出两个电梯按钮来。 好的, 我们赶快过来拿这两个按钮。 接下来是我们能去的楼层了。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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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博士, 你的李光的奶头脑袋还告诉我。 这件事情。 好。 好。 OH. OH。 HM。 CHA-CHA-CHA-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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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喔? CH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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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 哈? 由容认凍的 als是一搭。 此eté, 嗯 哈哈哈 这些人都是一些天才啊 大家刚刚看没看这个细节啊 如今要往前走的时候 博士把他给推下来 推后扁了说 在我看来博士就这样说 不行 我要低 我要靠的最近的 我是靠的最近的那一个人啊 你不能靠那么低 哇哦 这移动指挥部 实验室基地 果然是天才发明之一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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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还是幽灵王已经被放出来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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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豬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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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打破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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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去跟它對換 我們就先講話就行了 然後記錄簿的話是告訴我們目前的任務是什麼 然後多人遊戲的話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這多人遊戲 現在只有遊樂園後面的話會有隨著遊戲進度的更新的話會有更多內容出來 然後這裏的話就沒有什麽可看的了 然後我們直接探索飯店 剛剛博士說了壹個威逼 其實就是任天堂的虛擬眼鏡 他吐了下頭還是說壹定會大賣 我們先不管這些 我們壹路往前跑把這個東西放到 這裏面有個洞呢 把這個洞吸一下 這個洞讓我吸了嗎 洞好像讓我吸了 我們先到電梯裏面把這個投影換進去 這個藍色標具 真的是很有鬼怪的感覺 然後再給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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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己就吸附上去了 真是够厉害的 好,我们先进行下VB跟通讯测试, 按插,按加号的话,可以VB看过去,我们按一下加号。 然后跟IOV博士对话。 吊针,大家还没发现这个VB,技术不行啊,吊针。 一卡一卡呢。 好的,我们先去五楼。 我们在里面没事,可以转一转。 走两步,跳一跳,看一看,望一望。 焦躁的我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 只能来回左右摇摆。 就跟有时候写稿子的我一样,左右摇摆。 我们在这里的话, 可以看到,我先接一下电话。 好,我们先增加了一个新功能,就是按外的话,投射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摔碎。 比如说是这样,我们把它发射出去,然后再用, 再用吸尘器给它吸一下,吸到这儿,然后往回撤,然后往A摔上。 这是一个新增加的功能。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摔的,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吸塑的,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我们安外跟它射出去,然后吸它。 但是,太重了,跑不动了,所以就放弃掉了。 但是有一些是可以的,直接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摔。 钱怎么摔过去了,摔得有点狠。 像这个门,我们是可以打开的。 能交互地方,我都稍微交互一下。 这个还是可以吸打,大家想吸就吸,不想吸就算了,我都无所谓。 我们为了完成主要任务的时候,先不走这边,我们先不走这边。 我们先去完成咱们最主要的任务,根据任务一边一边来。 任务会走很多旁边的。 右边的话就是摩古人那边所在的位置, 不是我们录一集出来的吗? 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走到最后一个屋子。 诶,我们可以在这看一下。 这鬼怪还有刷牙吗? 哇,这么帅吗? 又刷牙又刷屁股的。 一刷多用啊。 你说科夫人员,以后谁住这儿呢? 谁敢住这儿呢? 我们把这个吸一下。 吸一下以后,你就可以把他给打碎了。 这样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宝石。 我们往最右边走,右边是博士的房间。 先走到右边我们再说。 看到了,女扶,女扶鬼。 好,摔他们。 还能再摔。 摔很带感啊。 最多能摔四下,我们尽可能的把他摔满。 看到碳号了吗? 碳号就是房间那个任务点。 我们先到碳号这个位置上来。 把下面的钱收一收。 右边的话,我们先过来把这个打开。 我们先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 天呐,遍地黄金啊。 当年美国,当年美国骗中国花工, 说美国有那个黄金,遍地黄金的时候, 应该用这个游戏来宣传一下遍地黄金。 我都看得出来,全都是钱。 好,我们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 好,我们看得到这个房间里面去看一下。 哇,这就是这个鬼怪女仆多开啊, 情绪之下我就把东西吃了。 情绪之下吃了你。 这一个房间我们就可以博士的房间啊, 我们就可以先把东西打开看一看啊。 然后差不多了,然后我们把钱再收一收。 这个油摆有点过分了啊,这个声音啊。 好,我们到厕所再看一下。 这边有个腿带啊。 还有这边有个有趣的啊,钱。 哎呦,打电话给我了,我们借一下。 哈喽。 拜拜。 好,女仆鬼怪。 我们在这儿吸钱。 看见没,吸钱。 哇,帅了,帅了。 我记得这里可以吸的。 啊,差不多了。 其实这钱都不多啊。 就是搞怪乐呵了一下而已。 好,我们从这儿出去。 我们在这里可以按插。 不是,按错了。 按插。 照出这个鬼怪的形体。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找他的东西。 但是我们心不着急出去。 这里面还有几个东西稍微拿一下。 哎呦,把这个打开。 看一下这个望远镜,看一看这个世界。 天上飘的那是钱吗? 现在不像叶子。 哎呦,吓我一跳。 这一个是钻石鬼啊。 所以说把它摔干净了。 如果大家把这个鬼逃掉了以后的话, 好像是可以堵挡。 大家可以堵一下挡。 最简单就是堵挡。 我们可以在这儿叫一下花。 竿子都得富是。 组党的话,他会从上一个房间, 你来的房间的地方开始, 保存的。 我们拿走了。 把这花交好了以后, 可以稀咱吧。 算了,我们就不稀了。 我们直接从这里出去。 接下来我们就去追那个女傅鬼, 这个女傅鬼真的是有点懵吹懵吹的。 这样的女傅谁不爱呢? 我估计就是雇主不爱。 好,我们来个快闪。 快闪的话,就追两个。 好,把这个打上。 好,搞定。 把这怪物器离掉了以后,拿一拿钱,然后我们出门。 出门,先走到这边。 因为他是到了另一个房间,隔壁的房间, 所以说我们直接到隔壁的房间507就好。 打他的话先安慰。 把这个射出去,射到他身上。 哎呦,这话精神都为所。 然后他跑了。 跑了就跑了,没关系。 后面我们再说。 这里的话我们该收集一下东西,收集一下东西。 毕竟得不懂,我们没有来过。 大家可以看这个房间,左上角的地图。 收集这么多钱。 我们可以到这边来。 这边来的话,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收集一下。 跳一下,收集一下。 清理一下,太不干净了。 我们把这个射他,然后把这个门打开。 打开吹风机的话,这边钱就出来了。 我们过来捡一下钱。 把这个打对,打对以后进来拿宝石。 好,这边收集完了,我们就出去了。 这里其实也有一些小收集品。 比如说布的话,大家想吸就吸,不想吸就算了。 因为这里边的钱实在是有点多了。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稍微带点兽集屁的感觉。 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吸一些。 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就不用吸的。 直接去完成任务就行了。 我尽可能在两者时间达到一个平衡。 在每个房间停留的时间不会太长。 但是能把东西能拿的都稍微拿一下。 好,我们从这里搞定。 以后我们可以直接到下一房间。 而且博士就直接告诉我们了。 每个小房间的话,自动存储时间是十秒。 所以说大家不用在意。 在意儿,这边边不是不便宜呀。 简直是什么。 来,来,来,来。 我帮你放松一下。 来,来,来,玩。 快跑了。 就跑了吧。 走位。 把这些稍微清理一下, 这谁呢还在玩高尔夫。 这蒙古人我跟你说,可不好伺候了, 都得需要一些高级服务的。 这些都清理完了, 然后我们会去他的那个特殊看一下。 这些东西是在这里, 我把这些东西拐狸掉了。 我把他把他弄得住在那里, 我把他的东西拐狸掉了。 我把这些东西拐狸掉了。 我把这些东西拐狸掉了。 好,摔一次。 讓你刷牙,讓你刷屁股。 惹著我了。 要是我助理店發現這種事情,不可老樹。 搞定搞定搞定。 好的,我們出來。 接下來的話,我們可以通過X, 哎喲,看一下他是不是逃到這裏了。 他是不是逃到這裏了,並沒有。 那是在這個門嗎? 不是不是,我記錯了,他直接穿牆走的, 那他應該就在這個門裏面。 哎喲,撞了。 老鼠奶的。 這樣就把他清理完了。 叫的這麼銷魂呢? 哎喲喲,這怎麼能行呢? 好,我們先把這個箱子拿上。 好,好。 我。 爹地, 耶, 魯威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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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是有打電話給我們了。 好,接下來的話,我們往實驗機器走壹下。 好。 但是,走之前,我們先把這邊的東西清理,清理啊。 這什麼東西拿呀? 打不開啊,打不開的話,我們就。 摔開。 好,把這幾個都清理掉。 這個蜘蛛的話,可以用閃光一下給閃死。 然後我們把這個錢給他放出來。 離圓家。 然後在這個位置上吸他們。 這樣這個吸好了。 好,吸好了,我們就這個吸,我們拿一下。 好,我們出來。 這個房間的。 這個樓。 抽幾個。 哎,金老鼠啊。 金老鼠,拿好。 好,好,差不多。 藏的什麼東西都是? 啊,我倒是進去了。 天天圈啊,有黃呀。 大哥,你怎么能跑到这个马桶里呢? 马桶里藏老鼠,这谁能做出来的事。 哎呀,我们把这几个房间都灌完了,还有这么一个房间。 我们把这一个所有的房间灌完以后,我们才会去到下面。 你再远一下。 好,把这两个一起去到,清理干净。 其实玩这游戏还挺累的。 好,风中心潜,风中心潜大法。 能把这些该开的东西都开一开啊,能开多少开多少。 下半天,那个窗户在后面的,有点钱。 我们收集一下。 把马桶打开一下。 小黄鸭。 把小黄鸭吸一下。 吸完之后,我们过来。 走,走,走,走。 过来之后,我们走右手边。 这边,这边有一个房间没有来过。 我们把它清理一下。 我们把它清理一下。 这里干净了。 这里干净了以后。 完全没有。 行行,我们就这样子。 然后把这个门打开。 大家终于看地图。 大家终于看地图。 这个地图的话,后面还有个隐藏门。 所以说,我们直接射上去。 然后吸大。 往上摔。 这样子。 后面引他们。 我们就可以过来。 往他们身上摔。 这样的话就能把所有的怪给吸上 哦耶好我们把这怪吸完了 注意哈这里面有一个小怪 有没有跟大家听说一下 你把这个吸下来知道知道知道 博士别着急要把这个怪吸一下 大家要注意一下 多低血啊多点钱啊 自己帅 好直接摔死了 这都不是必须的啊 大家可以这怪如果是大家弄丢了就弄丢了 无所谓啊并不是必须把它给清理掉的 这宝石我们拿一下 这宝石我们拿一下 行我们就不再清理了 这里面毕竟东西已经不拿差不多了 接下来博士让我们回去 我们就赶快回去吧 接一下电话啊 又是这种毫无意义的惊悚电话 我们从这里坐电梯回去 好我们先回地下停车场 要将场我们会拿到一个技能啊 等拿到技能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说 焦躁感 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无事可做时的焦躁感 突然周围除了等待电梯开启以外 没有任何事情可做的时候 我就会莫名其妙的焦躁起来 好我们从这里稿一出来 这个鑽石虽然还在这里 但是我们已经取消了 我们已经取消了他了 所以说这边有图 他已经没不是真的 我们就不再管他了 我们直接从这里过来 包给博士 博士 打了一辈子仗啊 叫鬼一击 葵一击 傀儡的葵啊 放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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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R按起来 然后让它出现 就可以一级可以穿越一些小区域 但是它怕水不能碰到水 切换角色再按一下就切换角色了 切换角色的时候另一个人会睡着 我们就不管他 这边有水的话会被化掉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给大家先演示一下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时候 这个葵一级被害羞鬼的口水舔到了 怎么办会不会化掉 打口水舔这个后来也觉得好恶心 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里也是有水杖 我们不能直接跑到它上面 走过去 当时低变玩我没看清 我们稍微转一下圈 然后射 射一下 咦咋没射动 吹的吹的不是射它 吹的以后 然后我们直接 轻换一下人物 它会一直在这吹 有一座 惊悚万分的高塔 我知道你拼命地想找同伴 这多类游戏的话 一个恐怖高塔是联网玩的 一个是游乐园是本地玩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玩 等我们录完单人模式的话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玩一下多人模式给大家看一看 行我们就不说废话了 我们直接继续探索饭店 我们这一期也就玩到这了 下一期的话 我们看看用葵一级能造成什么样的惊喜 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我是狗哥 我们这一期的路易级洋馆3就玩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